因为现在侯友宇提出说 要开放大量的学生 就让他觉得那个学生来台湾 真的那么的单纯吗 这些学生来他们的成分 是不是有可能都是经过 中共当局他们的筛选 没错 我就教过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在我上课的时候 我问他说你们怎么可以来 他说因为我们是入党积极分子 我们要入党 而且我们很积极 叫入党积极分子 所以是可能有经过考核 他们一定要考核完才能来 不是精英是不能来的 而他来到这里是没有办法被我洗脑的 我讲什么话他们是要写报告的 他们彼此同学之间 谁跟哪一个老师比较好 他们都在讲什么 下课的时候跟哪一个老师去吃饭 他们都要写报告的 这不是开玩意 都要报告党 比如说冠廷跑去博克里读书 他去博克里读书 他要跟中华民国政府讲说 我要去读书吗 不用嘛 他网路申请推荐信去 那边来了一张这个同意行 或者是什么什么函 他就去读书了嘛 不是这样吗 可是中国学生没有那么容易 中国学生不是上网说 我要来台湾读书 然后中国就说好你可以去 不是这样子 就是有筛选过的 侯友宜最近提了几个政策 譬如说这个终生要来台湾 就学就业 各位记得他还提了一个 四年拿身份证的事情 因为他说这一个外配 外配可以四年嘛 然后呢为什么中配不可以四年 他就说这不公平嘛 那请问哦 如果有一个大一的学生 中国大一的学生 来台湾结婚 念大一 结婚哦 念大一 然后大四毕业 他有没有中华民国身份证 可以拿哦 就有了嘛 这四年包括就学 身份 婚姻 然后最后就就业嘛 然后最后就从政 很快四年五年马上就从政 中华民国有规定大一新生 一定要18岁19岁20岁21岁22岁吗 没有嘛 所以这一整套的套路会让侯友宜 现在谈这个就学就业 然后外中配的这个身份证的取得 然后包括之前徐春英的 那个要当部分区立委 从政这一整套的逻辑下来 大家当然会担心嘛 毛骨悚然 你如果侯友宜做总统 所以一个中国的学生来这里 设大一 设到大四毕业后 因为他有中配的身份 大四毕业完 他就可以拿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然后呢 他就能参选 然后他就能在这里就业 这整个政策 请侯友宜跟赵绍康 去每一个大学宣讲 跟台湾的大学生说 支持我 因为我要推动中国的学生 大量来就学就业 他那个大量是多大量 对 然后请台湾的学生支持 赵绍康不是要去大学吗 去啊 你的题目就这个 我要开放大量的中国学生 来台湾就学就业 然后跟台湾的大学生讲一遍 那看台湾的大学生有什么反应 大学生难道不会觉得 这都来竞争的呢 我的工作机会会受到压缩 侯友宜第一天讲了之后 他们进办跟总部说 这个事情要讲清楚 可能讲的不清楚 你没想好你就讲 你没想好 刚刚方文文也说 国民党应该有另一套说法才对 不是说回到十年前 这个就是大型 就得意忘形 得意忘形 那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自从赵绍康进到总部 操作整个选战策略以后 侯友宜就跳出 跟中国有关相关的论述 全部都出容 各位想一想 这都不是单一的 你把它全部串起来 就很有可能 大一新生来之后 大师毕业就拿中华民国身份证 于是他毕业没多久 他就可以从政了